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 带着这些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29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 胡适,胡指,胡A 还有胡锡进老师 最近啊,这个胡适的走势啊 正好验证了那句话 欢乐啊,总是短暂的 上个星期啊,胡适啊 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反弹 给很多散户啊,这个带来了希望 这散户就是这样 一根阳线毁三观 给点颜色就开染方啊 给点阳光就灿烂 只要来根大阳线 他就认为底到了 马上后面就是牛适 这样的散户非常多 所以咱们的胡适啊 能有今天跟这些散户啊 是密不可分 有了这样的散户 才有这样的胡适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散户 才有这样的胡适啊 就是只有这样的胡适 才能配置上这样的散户 也只有这样的散户 才能产生这样的胡适啊 这个我在节目反复 一直在耳边火一阵子 结果他吉林的一家商人公司 连拉十来个展厅板 就一顿报酬 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散户管这个吗 不需要的 总之他就万里扎 因为他涨啊 就是他值不值那个钱 为什么涨啊 不要紧 那个古爱玲啊 在冬奥会上 拿了个金牌 立马那个什么远万古 还能涨停 还有比这更荒唐 还有散户啊 看到谈了两天 终于憋不住了 跑到我这说啊 说我看错了 你看 你看这都是哪跟哪 这都是些什么人 胡适今天这个局面 是一朝一夕之功吗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他就在三间点山下逛的 都逛了十几年 一天 一个文件 一个会 就能让他改观 那是神仙来了 也得哭啊 国家出台政策 喊喊口号 表表决心 对吧 要从哪些角度下手去治理 你要看一看 哪些是实招 哪些是虚招 哪些是长治久安的 哪些是管单下的 应急的 这些你都搞不清楚 很多治理措施啊 不是单产就能见效果 要长期贯彻实施 要与这些 违法乱级现象 要仿佛做斗争啊 这东西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嘛 有些是应急的 这些措施有什么用呢 应急的 改个什么啊 交易什么规则啊 对吧 不让大股东卖 或者不让什么融券做空 等等 这些都是临时性 这些交易政策 这些本质量都是治标 啊 治不了本 治本的这些 也要长效对吧 要长期坚持 所以说 一个文件 一个会 不能改变 胡适什么 不是我看空 胡适 而是胡适 自身确实有这么的毛病 你只有这么的毛病 都改掉了 就病眼的治好 他才能健康 健康良性发展 咱们能看到他的病 看到他的病 不仅没有好 而且还在恶化 那你指出这叫唱空是吗 你如其说别人唱空 胡适 你还不如说胡适自己在做空 自己做空自己 所以在我的频道里留言 说什么唱空的 我都给你拉黑 我觉得你的悟性不够 不要勉强 跑到咱这儿待着 你都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我举个例子啊 有一个小黑粉啊 是B站的 账号叫 元宝布偶猫手 这个IP显示还是江西的 就是我感冒期间还没好啊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直播了两小时 主要是给大家报个平安 就在直播的时候啊 这个叫元宝布偶猫手的 这个傻叉呀 这个缺心眼的 自投罗网 他问了 说你怎么最近不开炮了 当时把我给气的 我可当时在感冒 把我气得够呛 大家看视频啊 这是我直播的时候录屏的 叔叔你最近 怎么没有开炮这些事情 什么意思 什么没有开炮这些事 你他妈是盗版的 看多了吧 什么叫没有开炮这些事 你说说 这个什么 元宝布偶猫舌 没有开炮这些事呢 你是不是盗版的 看多了 你说说 我他妈哪个节目 什么有开炮啊 怎么这站口就能来 我哪个节目 有什么开炮啊 对吧 你还 B站不是 你管那看 我在管那 我也没 哪个标题用过开炮啊 哪里来这么些B网 我哪里有开炮 哪里 我哪个标题用开炮 我这节目里面说了开炮两次 是不是人家上了站口就能来啊 我不给你误会的机会了 对吧 你只要看我的节目正版的 我哪说开炮啊 我在油管做节目 两年半啊 B站做了大半年 但是节目都一样的啊 我哪个节目标题内容封面 用了开炮这两个字 我什么时候冲什么楼市开炮 只有隔壁王叔叔啊 冲他妈开炮 这个元宝布偶猫舌啊 就是隔壁王叔叔冲他妈开炮 开的过多导致造成的后遗症呢 我为什么火气这么大啊 这就是典型的 天天看我盗版视频啊 就是在我到这个国内网站做节目 之前啊 就有几个浙江的ID 到我的这个房地产节目 然后他标题用的就是开炮 像房地产开炮 开炮房地产 什么开炮这个 开炮那个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国内做节目的原因 我要不做的话 这些人他把你们节目搬来之后 他就要肆意曲解 而这个叫元宝布偶猫舌这种人 他就是看这个节目 他就怂恿这些人去盗版 你赶紧搬呢 还有没有其他节目 搬 留言的就有这样的人 现在呢 无论是B站还是西瓜 这些盗版的大部分都被打绝了 B站还有一两个 我留着的 他没地方看了 因为我这B站全部是充电的 你只有充了电 一个月交了50 你才有资格看这个房地产节目 他看不了了 所以他直播的时候跑来问 你怎么不开炮了 被我一把揪出来 当众拷问了 然后他说我是开玩笑的 我什么这个那个的 实际上不是的 这个人就是恶意满满 大家也知道我单场给他拉黑了 这种人我担心他不留言 他只要一留言 我就能发现 我早就说过了 评论回复啊 字里行间就能反映你的心理状态 你是怎么想 你不说话 那我当然不知道 你只要一说话 我就能判断出 那怎么证明 我抓的这个人是对的呢 后面他自己自我证明 他自己啊 积极的主动的证明自己 被我拉黑是对的 这个叫元宝不我冒舍啊 被我单场拉黑之后 他马上就跑到B站 有几个小黑粉啊发的帖子下面留言去了 大家看到这么留言的啊 你看这个什么 他觉得自己是一头飞起来的猪 比你们高贵 你说这人自卑到什么程度了吧 对吧 你不管高贵不高贵吧 对吧 不管是飞起来的猪还是什么的 你也没必要那么自卑 你差事差在哪呢 你去找找隔壁王叔叔 脑子得坏了 他的负责任呢 你找别人有什么用啊 跟我也没关系 要不就怪你妈 不检点 跟潘金莲差不多啊 比潘金莲不如啊 潘金莲好歹他是 曾经是恋女一枚 那是爱情破灭之后自暴自弃 你妈那是什么情况你自己应该清楚 这个元宝不冒舍啊 他妈生了个这么个不孝子啊 你看他还有留言 说他也配一天到晚骂骂咧咧 其实就是自己在恒大亏了钱呗 说我骂骂咧咧 那你既然说我骂骂咧咧 那我就骂个痛快 我就是这种人 骂名我已经背上了 那我还不骂个痛快 那我不吃亏了吗 所以我就好好的骂嘛 对吧 连他妈一起骂 就我就是这种人呢 他说我在恒大亏了钱 你说这不让人笑话吗 这就说明他没看过正经的节目 就这种人 这种货 对吧 我分析恒大 他说你叫像房地产开炮 我分析很大 他认为我跟许家印有什么过境 许家印骗了我的钱 这都是这种智商 这种格局的 我说俄乌战争 那是普京得罪了我 普京骗了我的钱 明白了吧 这这么说的话 这哥比王叔叔 吃了什么虎鞭啊 是什么玩意 印度不错啊 把这哥们脑子处坏成这样的 又来了啊 他还有啊 评论你看 抛开别的不谈 你看抛开别的不谈 一句话不合他意 他就敢对着你骂骂咧咧 一点也不像这个年纪该有的素质 这我有没有素质 这个是不重要 这是第一个啊 就有没有素质 能不让你来评论 第二个 我就是有素质 我也不会对你有素质啊 我就喜欢骂你 怎么办呢 什么元宝不摸手 就骂这种人 我们为什么骂他 其实我已经说清楚了 前因后果 该不该骂他呢 这个能叫一句话不合吗 这叫一眼看穿 就像在这个人群中 一眼看出这个犯罪分子 立马触手把他抓了 这叫一句话不合骂骂咧咧啊 这就是元宝不摸猫 实际上所有被拉黑的一个都不冤 你可以看那留言 留言的都在证明自己被拉黑 是太正确太及时 我知道啊 这个网友里面 恐怕还有这样的人 我是希望你能自觉的退出 不要耽误时间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这个我一定扯远了 对吧 这个你不要看我聊胡适 就是好像要唱空 希望胡适崩盘 你这个理解层次就错了 格局也错了 这个胡适它斩跌啊 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个治理好了 自然就会斩人 你要不认真治理他 继续糊弄 他只会垮下来 就这么个简单道理 这跟唱空唱多有什么关系啊 就目前这个状况 胡适进老师天天唱多 有用吗 那个李大骁天天唱多 有用吗 谁要信了他 可不恨他吗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很多这个舆论啊 大家调侃胡适进的多 但是确实也有人恨他 因为有人是信他进的事啊 入的胡适啊 他粉丝多啊 他几千万粉丝 万分之一的人相信他 这比例不高吧 他大概有两千万粉丝 一万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信了他 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啊 极其罕见的 因为很多罕见病 也只有万分之一嘛 那好了 你就当这个人得了罕见病 他信了胡适进的 胡适进老师 3140年入室的 他一巴达巴达也入室了 结果你说人多惨吧 那也有好几千人呢 这好几千粉丝 他不恨胡适进老师吗 他一恨 不就形成了一个势力吗 胡适进老师继续唱歌啊 他今天早上 发了一个微博 然后也成了一个话题 说胡适进称 国家动真格 想把A股搞起来 他这文章不长 我念给大家听听 说市场诟病已久的 转融通限售股 融劝借出 终于被骂停了 哈哈 老胡昨晚和朋友聚会 夜里才看到这个好消息 真是太高兴了 上一周啊 老胡好像这个账户啊 毁了的一些 亏损到了五万以内了 值得庆祝啊 所以周末啊 跟老朋友去 对吧 KTV或者什么的 聚会嘛 他是夜里才看到这个消息 那跟他聚会还挺晚的 这北京这一般的餐馆 九点关门 你还聚会这么晚 那肯定是KTV啊 会所 会所现在也不敢营业啊 十一八九啊 是KTV 看到了这个消息啊 叫漫卷 吃书 洗浴狂啊 他说啊 这个重大进展说明 我们的舆论 还是关用的 挺有力量的 而且国家现在是真的 想把股市搞起来 在动争格 限制做空 在制度上 做合理改进 胡锡进老师 确实啊 可能玩嗨了 写的有点过分呢 就假如国家是个人啊 我要是国家的话 我现在是 立马要把胡锡进给拉黑 为什么呢 他说国家现在是 真的想要把股市搞起来 在动争格 那合着你的意思是 过去 或者这个之前 国家没想着 把股市搞起来 或者没想着 真的把股市搞起来 是糊弄糊弄 小伞的 逗小伞玩的 现在是动争格的 或者这之前 我都没有动争格是吗 你说胡锡进老师这么写 合适吗 政府就这么容忍他 他这个就是 暗讽暗批 国家在过去 把股市搞起来 就没有动争格 也没有真的 想把股市搞起来 我们看看这胡锡进老师 下面这么说的啊 他说接下来 优化制度 进一步 堵塞不公平的漏洞 还会继续的 舆论意见很强烈 而且 确有道理的主张 应该都有希望 向前推进 我个人从昨晚的进展 读出了这样的信息 以投资者为本 看来是真的方向 这个消息 昨晚传出来 也是要给今天 开盘的市场 打气 强烈期待 本周市场 再展一波 A股加油 另外 还是要多给 舆论空间 包括震荡批评空间 这会 促进我们市场 不断进步 这里面 有几个小问题 我介绍一下 以投资者为本 在看什么人说 什么规格的会议 什么层级的部门 来说这个话 咱们的资本市场设计 是以融资为主 这个不是谁说的 对吧 咱们整个制度导向 就是这样 不是哪一个 什么政经会主席 甚至哪一个副总理 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 它整个的导向 潜移默化 就是以融资为主 是要解决企业融资难 提高企业的 直接融资比例 降低银行的金融风险 简单的说 层级非常高 以投资者为本 这个是个 层级相对低的一个 部门 出来说的 那有什么用呢 而且以投资者为本 也没说 让投资者赚钱 对吧 让投资者输 那也是为本 所以看到这些会 这些什么文件 不要瞎激动 没什么用 所谓的旧事 要真金白银 在资本市场 智里 还没有取得成效的时候 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咱们也取得成效的时候 你也想旧事 那就是真金白银的拿钱 把筹码给你买了 买了之后锁死 传市场三分之一的筹码 被我买了 锁死不动 那这个市场 它就会 至少谈一谈吧 你剩下的旧事方式 都没有什么用 小作文就是嘛 你看 又是这个彭博社 发的一个小作文 说中国设立 十万亿美元 稳定基金 提振A股市场 据报道 为了提振 中国A股市场 中国当局 建立了一个 总资本达 十万亿人民币的 大规模 稳定基金 据知情人士透露 该基金旨在为近期 受各种经济因素影响 而出现波动的国内股市 提供支持和稳定 凭准基金的设立 正值中国监管机构 寻求确保A股市场 韧性和信心之际 A股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该基金的大量注资 预计将为市场 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并减轻波动 带来的潜在风险 有消息称 凭准基金将于 二月中旬开始实施 股票买入计划 目的是注入流动性 培养投资者信心 该基金 你收购多个行业的股票 重点投资 于具有稳健 基本面和增长潜力的公司 以刺激市场活跃度 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 一看这个市场不行了 这个小作文门出来了 靠小作文 今天这个胡适走势表现 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周末没有看到 穿越中的那些利好 十周都是虚的 所以今天干脆来个自暴自弃 我记得在我上一期节目说了 这个利好要是没有兑现 马上它就会现出原形的 以前该这么走 现在还怎么走 要回到原来轨道上 实际上你看那个穿越版 它已经回到原来轨道了 它都已经穿新低了 善政啊 它的走势很有意思 因为有资金在里面拉着 央企国企中字头的 导致这个指数失真 广大的小伞户又是赚了指数 输了钱 当然今天都在跌 这种救势还不是不救 这种救势只会给这些小伞 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这个国家队每次救势 就奔着拯救小伞来的 但每次都是寒泪 赚了一笔钱走了 那小伞是越陷越深 就这样的救势 小伞还盼着天天要救 国家队救市啊 它可不是专门挑那些 小伞户套牢的股 那些股票去救啊 它是专门挑那些 伞户私募都少的 都是本身就是国家队 或者是什么保险资金 或者是什么赤保资金 扎堆的那些股票 去救那个去 反正是左口袋 就右口袋出 等你小伞来追 那正好它也发电给你 利益准章嘛 你愿意要就给你啊 它拉自己的重仓股 其他的那些股票啊 跟风涨一涨 能跟着上跟 跟不上 你爱往哪儿跌往哪儿跌 总之指数啊 是稳住了 指数要涨 这就和那些基金公司 不是一样的吗 基金公司去 它也是拉自己重仓股啊 但是也有啊 不是这么操作的 只要把钱给到位 利益输送 这些什么基金经理啊 没有不敢接的盘呢 这个钱由中欧基金经理 葛兰 贺有广发基金经理 叫刘格松 不一口气啊 亏个两三百亿 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公募基金经理啊 这个广发正传刘格松啊 说作为公司的副总 勤勉尽责啊 当这个高位接盘侠呀 爆雷股 平出几年下来亏损三百多亿 照样收十二亿管理费 网上把这个广发证券 高位接盘的那些股票都列出来了 全部是巨亏啊 这水平比胡锡 还惨不忍睹 这样的股市你说怎么整 你指望着给他开个会 他就能好 这不是想多了吗 需要参与的人 观念都要改变了 就这么稍微一个风吹草动 立马牛市就来了 利好一部兑现 传言中的利好 落空 马上就是要崩盘 就是要去消互 我看啊 这胡锡老师啊 前几天 他居然写了个微博 号召啊 司马南 他是爱他了啊 说老胡再次建议 他把美国的小房子卖了 用那笔钱 转投中国股市 与老胡并肩 为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贡献自己的面部之力 老胡是不会在这个时候 主动劝哪个股民买股票的 但司马南是老朋友了 我愿意与他共勉 朋友请 各位朋友请 老胡过去 顾不上回复 这位老朋友 不间断的问候 今后也不会 万他害寒 我当时看到 胡锡进发这个微博的时候 我高度怀疑 胡锡进是不是 也充电了 看了咱节目啊 因为咱们一个月多钱 就经常呼吁啊 愿意啊 哈马南老师 把美国房子卖了 这个一箭三雕啊 这是多盈的局面 既做空了 美国房地产 因为美国经济 现在是非理性繁荣 积累了巨大的风险 这个时候 哈马南老师 振臂一呼 说我把美国的房子卖掉 你要知道 他有多少粉丝啊 他有很多粉丝在海外 那海外的小粉小红 不也是哈马南老师的粉丝吗 在哈马南老师的 这个号召之下 他把他房子一卖 你别看他是一套 有人说他是七套啊 但是不重要嘛 至少有一套 小房子 这个就是压垮 把美国房地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千万不要小看 哈马南老师那一套房 那是关键的致命的一击啊 那其他的小粉小红跟着后面卖出 美国的房地产立马就 隐声而下 那这就是做空美国啊 完了之后 哈马南老师把美金拿回来 充实国家的这个外汇储备啊 然后国家给他赫着人民币 他马上一部分去郑州啊买房 因为北京目前没放开啊 要么就去哈尔滨吧 他老家买房 贺港买他十套八套的 那都不叫市 当地的这个房地产立马起来 因为哈马南老师有号召力啊 这是爱国行动啊 拿一部分钱进胡适 高调进入胡适 第一 这个中击了美国的经济 暴击 第二个 做多中国的股市房市 第三个 他个人获得美名呢 那是言行一致啊 爱国就得言行一致 三赢 胡锡老师啊 不知道是不是受过这个影响 总之啊 胡锡进老师能量大啊 他把这个想法一说之后 得哈马南老师呢 叫一见封喉啊 好像哈马南老师马上就压火了吧 没什么好说的呢 你天天在那高调 喊什么国家金融安全 什么这个那个的 又是爱国 又是美帝 要跟美帝斗争到底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这个时候让你做点小贡献 你就是不做 你就是忽悠你的粉丝 这就相当于一下 捏住了哈马南老师的七寸 打蛇打七寸嘛 在爱国的道路上 美国的这个小房子 始终是哈马南老师的人类啊 一提到这个小房子 哈马南老师 虽然他耍波打滚 但是他也知道理亏啊 不硬气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